记者会上,基隆市补教协会理事长黄宗贤分享蔡世英的两个小故事 包括与基隆市长牛昌联手建立基隆市合格补习班制度 以及帮忙特教学校学生在开学时仍有最新的辅具协助上课 证明蔡世英对基隆教育的默默付出与努力 以上两件事情让我们可以了解 世英是一位,他是最古老做,但是他点点做,他不去伸张 世英不是一家碰峰的水旗 他今天所提出的教育政策是经过他头发生过,可以实行的政策 在教师节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提出教育政策再进化 希望在基隆市长牛昌奠定的良好基础上 让基隆教育持续升级 首先是营养午餐预算加倍 我们在推动的营养午餐的补助金额应该要增加 那这样的一个增加是因应食材的价格提升 以及因应食材的3Q一张相关的政策 那这样的关于3Q一张就是希望有更好的食材 那这些更好的食材一定会有成本的增加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减少这样的一个支出 那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推动家长有支付额 学校的部分教育处的部分来增加更多的协助的金额 让我们在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达到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就是说让基隆市的营养午餐的 我们未来整体的金额 在全国各县市营养午餐的这样的学童的 使用的金额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名列前茅 甚至到达第一位 为什么 因为对我们来讲 学童的营养午餐吃得更好 它就会有更好的学习力 那对于米平 我们跟六都的学生竞争力来讲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来下手 让基隆的学生 每个人都吃得很好 吃得很壮 让我们未来在学习的路上 能够更加的表现出优异的成绩表现 另外还有推动学校国际化 鼓励基隆学子在地升学 及整合相关资源 帮助特教生与弱势家庭学生 推动平权的教育 让更多的小朋友 透过教育 未来让他掌握自己的前途 透过教育 让他对他的人生充满信心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教育方面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我想 2000年前孔夫子说到有教无类 其实就已经点出教育的精髓 所以他成为自身先师 未来我们有机会 来领导这个市政府的时候 我觉得就这句话 我会放在我心里面 作为我们所有教育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基隆市学校学生家长会 联合会总会长王昌派 与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候选人 曾于一方 及五华家也出席记者会力挺 本身是家长的曾一方 特别关心食鱼食农教育 及户外体验课程 我希望这些食农跟食鱼教育 可以更多融入到我们校园 将在地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 带入户外体验的课程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更认识 我们基隆 物华家则呼吁加强数位教育 并鼓励学子继续留在基隆就学 过程当中 我们政府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可以给他他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希望在未来的社会的发展 或者是让他跟上 未来要踏入社会的时候 他是不落人后的 蔡世英强调 教育的核心价值 就在每个孩子的学习环境 他有信心 接棒林佑昌市长的教育理念 让基隆子弟都能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记者张其滩 金融报导